而除了花卉之外 春联也是蛮抢手的 来看到这是英哥消防分队女消防员方曼轩 长相清秀 是今年消防阅历的模特儿之一 这同事呢 还封她是消防界的宅男女神 而且她很厉害 写了一首好字 今天消防节她就挥毫来写防灾春联送的名正 相信这种连信的记者 邵紫阳 而观众 今天是19消防日 在我手上难道就是今年新北市的消防阅历 而出现在音乐号的就是我们方信学姐 目前看到在活动现场非常多的活动 而且这一摊呢 还有书法摊 由学姐亲自写阅历 还有一些学生春联 到现场的民众来自由索取 我们下车来访问一下她 学姐 给我们看一下你的手指给我们看一下好吗 幸福中间新闻的观众朋友 新年快乐 好 那网络上有人说你是那个消防界的宅男女神 你怎么看 好 请你再一次上去 觉得大家过奖了 现在的女生也大家都很漂亮 对对对 所以觉得有粉丝团这样的部分 对 造成困扰吗 就不知道 还是会不会有人跟你要电话还是要联署 要电话要联署 嗯 检查的时候可能会问一下吧 对 好 谢谢 那么看到非常 目前现场非常多的小朋友呢 非常多的小朋友一起来跟这个学姐索取春联 那这个学姐今天跟了一个资深的师傅的现场呢 写起春联来 要来发送给现场的民众 在新春的之前呢 能够先提早祝大家新春快乐 以上现场最新主播 好的 谢谢紫阳 消防界的宅男女神呢 在今天辉豪送房灾春联